謝謝秉鴻 而現在這一起強震 是不是也把桃園市長 鄭文燦 五星市長的位置 也一起給震掉了呢 因為大家昨天在地震發生 當下其實不只東部發生了災情 連桃園巴德的羽球場才剛完工 這個燈具的工程才剛完工 沒有想到昨天在桃園 只有三級的震度 結果整個體育場裡頭的天花板 包含了青鋼架 甚至這一些隔音板 都直接被震落了 而且當下還有不少的民眾 正在打羽毛球 那就發生地震當下 他們都先愣住 之後看到天花板 好像有一些狀況 趕快跑走 沒想到幾秒鐘的時間 整個天花板都直接塌了下來 現場真的是滿目瘡痢 所以現在就被痛批 這是不是一個豆腐家的工程 甚至是新竹棒球場的 2.0嗎 面對現在不少人都罵爆了 這個巴德的羽球場 桃園市長鄭文燦昨天就有 先在臉書上面貼文就說 這個責任他責無旁貸 也先在臉書上面致歉 今天一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鄭文燦又是第二度的道歉 他就說所有的公共工程 他會蓋瓜負責 但是這一次是不是因為燈光的工程 造成結構損壞呢 這個部分會在客觀的來查明原因 因此其實今天這個市府團隊 也是會同了這些專業技師工會 是來到了羽球場裡頭來進行勘查 確認整個坍塌的原因 但是現在為什麼會塌 這一次這個羽球場也堪稱是 使用期限最短的公共設施 因為其實在16個小時之前 巴德的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才在臉書上面發文說 哇我們的燈具已經改善完成了 歡迎大家共同來打球 沒有想到不到一天的時間 16個小時過後 就發生了這個倒塌的意外 現在這個運動中心的承包商 也就是銳柱營造也被起底 其實過去就有很多的黑歷史 還爆出了公安意外 我們來看到在這個2017年 以及2019年這兩年間都發生了 有工人遭到鋼筋砸死的意外 2022年也就是昨天才剛發生的 天花板遇到地震坍塌 然後下面的數字更誇張 被挖出來他們違反勞動法令 兩百一十次而且還違反了職恩法令 一百九十九次都是上幾百次的違反 所以已經被爆出了多次的違法 怎麼桃園市府依舊會來 跟這個銳柱營造來進行合作呢 那對此銳柱營造就回應說 鑑定的結果出爐之後 會全力的配合市府來修繕 但問題也不是修繕的問題 重點是你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這些建築結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在這個短短的幾秒鐘之內 耐不住三級的震度就整個天花板 就直接坍塌下來了呢 但是現在這個坍塌下來之後 沒有想到綠營的側翼又要開始帶風向了 因為他們不忍這個鄭文燦 得要一個人來扛責 所以我們來看到中廣董事長 趙少康就說 這個是桃園市府統包工程 本來就應該負責這些監造 甚至是驗收的責任 沒有想到現在側翼 甚至是綠營的示意人參選人 一味的想要幫鄭文燦謝澤 把這些責任推給誰 救國團令人厭惡至極 為什麼會推給救國團呢 主要是因為現在這個整個運動中心 是委託救國團來營運的 但是對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救國團的主任葛永光就痛批 天花板掉下來這麼大的事情 怎麼可能是燈具改善的問題呢 因為這個燈具改善的問題 還被特別點名 就是這個救國團來進行發包 來進行驗收的 但問題是這個工程的倒塌 到底跟燈具工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很顯然救國團的主任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再來我們來看到這個 前內政部長李鴻仁也說 公共工程標案的管理系統當中 這個巴德國民運動中心 去年10月底才剛開始營運 結果相關的標案資訊 居然全被下架都看不到了 而且還跟陳時中是採購疫苗一樣 都是說公開資訊沒有不能查的 結果為什麼標案資訊系統完全看不到 又要跟疫苗一樣 封存30年嗎 這裡面又有什麼樣子的貓膩 不能講出來的呢 民眾黨桃園市長參選人賴湘麟也說 呼籲市府要在24個小時內公佈市政 好 當然市府團隊今天已經到了這個運動中心 要來查明整個坍塌的原因 那如果最新的原因 我們也會來跟大家說明 但問題是整起事件 難道桃園市府都沒有關係嗎 都不用負責嗎 要把全部的責任都推到救國團身上嗎 我們繼續來看到這個時事評論員歷史哥 他在這個臉書上面也有分享了 昨天這個天花板倒塌的影片 就沒有想到居然是被臉書給屏蔽了 因為這裡頭臉書說會造成某些人不適 而且還被臉書認證是血腥危害市民 性命安全的運動中心 他就覺得說難道這起事件比惡物戰爭的畫面還要嚴重嗎 怪不得現在側翼都想要把整起的責任都推給救國團 側翼是動起來了 就是希望桃園市長鄭文燦不要有事情 當然鄭文燦也說現在這件事情 就是不要一直圍繞在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這個羽球場才剛做完登具的改善工程 居然就耐不住三級的震度 整面天花板倒塌 被大酸是新竹棒球場2.0 今天市府團隊也會同結構技師到場來勘察倒塌的原因 沒有想到綠營居然帶風向把責任推給發包燈光改造的工程 救國團來負責 讓救國團怒轟 天花板掉下來怎麼可能是登具改善的問題 而且市府團隊面對媒體的提問還跑給記者追 羽球打到一半 地牛翻身 只是桃園只有三級震度 沒想到上頭的天花板整片骨牌式崩塌 嚇得民眾趕緊逃竄 一名男子閃避不及 背部擦挫傷 巴德運動中心羽球場被炮轟新竹棒球場2.0 重回事發現場 滿目瘡疑 隔音版輕鋼架散落一地 連羽球網也慘遭波及 事發前運動中心還開心PO文 說羽球登具改善完成 球場看似精美十六個小時後 就被三級地震驗收 市府團隊也找專業技師到場勘察崩塌原因 面對提問卻跑給記者追 前一秒才說沒有 結果綠營議員參選人就在臉書貼文 運動中心的營運廠商 是中國青年救國團 大家都瞎了沒看到嗎 還強調登具工程是救國團 恰賞眼收 這個很簡單就是把責任往國民黨打 救國團有相關的責任 那市府也要去追究 市府不會沒有責任 市府又要負所謂的督導的責任 當然我們會負責任 我想這個是不用在這問題上打算 只是球場再被抓包 總經費十二億媲美新竹棒球場 攤開市府的巴德北景雲計畫 其中運動中心經費四點八九億 停車場耗資四點三四億 其他場管二點九四億 加起來約十二點一七億 卻和市府一開始說的十二點五億 差了將近四千萬 停車場跟國民運動中心 是可以分割的嗎 大家在意的是這整個工程的總預算 總經費就是十二億多 縱使鄭文蔡好幾度致歉 但從新竹棒球場 再到桃園羽球場 綠營執政縣市的體育場館 難道都要靠人民的生命安全來驗收嗎 介紹中林辰佑 桃園報導 好 今天早上到這個桃園巴德的運動中心 但是他們一開始市府團隊 還不想要給媒體記者進去拍 那之後是幾經協調 才讓大家進去拍 那當然拍的時候呢 也不能進到裡頭去拍 就是跟著他們這個市府團隊的要求走 不知道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當然現在這一起巴德運動中心 因為地震發生天花板崩塌的意外 被挨轟是洞府渣的工程 還不堪三級的震度 更丟臉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崩塌的畫面 現在是登上了CNN的國際新聞 PTT的網友就嘲諷 感謝燦哥讓世界看見台灣 還大酸桃園真的是台灣之光呢 世界跟不上桃園 更有網友反串質疑 難道現在CNN也要被綠營的側翼 打成是中共同路媒體了嗎 那麼這一回呢 巴德運動中心遇到了三級的地震 羽球場的天花板就像是骨牌般傾瀉 現在就被發現品質有問題的 可能還不只有羽球場的天花板 時事評論員黃陽明就指出 巴德運動中心今年三月的發文 內容是說拜託一下大家 不要再踩球場的牆壁飛沿走壁 因為這一角維修的費用就是上萬元 沒有真的激烈到殺不住 如果你單純只是為了耍帥 要踩牆反彈的話 真的沒有必要 他還附上了運動民眾的採牆罩 以及破牆罩 那黃陽明就說圖片就可以證明 民眾其實是為了救球 但運動中心說是為了耍帥 這樣子的牆壁品質真的合理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E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那發生的味道 就是一個頭髮的 這個筷子 可以令你輕易進去 才能変動 才能讓你那些 我把這個筷子 你的筷子 你說 可以 你